在下萧峰 三十有一 不知兄台贵庚 在下 耶律姬 长你一十三岁 那你是我大哥了 你我兄弟 对天一拜 好 请 萧峰 快回来 嗨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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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了 走 走 放开我们首领 否则叫你乌马分尸 叫你的人从马上下来 你这气单人 这么蛮横不讲理 那就得跟我们走一趟 叫你的人别跟来 来一个 我斩你一只手 来两个 斩一双 来四个 我把你四只都斩了 都听好了 谁也别追来 来 请吧 此人功夫如此了得 我倒要看看 你是何方神圣 将他气单人押上来 将那气单人给我押上来 押上来 押上来 快走 你叫什么名字 在辽国 官居何止 我又不是你抓的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说得也是啊 说得也是啊 主人 你是当今天下第一大英雄 打不过你啊 何况我们人多还是输了 你肯放我回去的话 我愿意出 五十两黄金 五百两白银 三十匹马如何 咱们抓到了一个 契丹的大贵人啊 等真是大贵人啊 这点赎金远远不够啊 小大哥 不如你就要他 黄金五百两 白银五千两 骏马三百匹 好 姓萧 难道是我契丹人 好 就这么定了 你听清楚没有 我要的可是 黄金五百两 白银五千两 马匹三百 没错 我同意了 我大辽国富甲一方 区区小数目 何足挂齿啊 小兄弟 你问问他 他到底是辽国的 什么大官啊 你不用问我出身来历 你如果问我 我肯定会胡编乱造 你也不会信 你是大英雄 我不愿意骗你 你也别问我 萧主任 今日让我得见天下第一英雄 实在敬佩 你以利相逼 让我屈从 他可犯不到 我们契丹人 斗不过你 骨头可不软 行啊 但我不会在这儿杀你 一刀杀了你 你也不服 咱俩走远点 跟我打一架吧 别呀 萧大哥 死人杀了可惜呀 找投有钱呀 留着要赎劲多好啊 您若生气 不妨就用木棍皮鞭 狠狠地打他一段 对吧 对 打 打他打他 打他打他 他想当英雄 我就让他当英雄 走 咱来打一架 小主任 我知道 倒吼不过 可是我们契丹人 宁死不屈 此地风景不错 就算死在这儿 倒也无妨 怎么 还要羞辱于我吗 不是 就想让你回家 当真放我回去 我肖某 新英雄 重好汉 你一看就是个英雄好汉 你这朋友 我交定了 走吧 你当真放我回去 赎金加十倍送还给你 我把你当朋友 你没把我当朋友啊 你觉得我肖某 是贪那些钱财的人吗 刚刚要不是我把你带出来 我怕你真人啊 不愿意放人 谢过恩公 来 快请起 我不杀朋友 也不受朋友跪拜 既然你当我朋友 你我 结为兄弟意下如何 有 好啊 在下 萧风三十有一 不知兄台贵庚 在下 耶绿杰 掌你一十三岁 那你是我大哥了 你我兄弟 对天一拜 好 请 请 兄弟 大哥 兄弟莫非是我契丹人 不瞒大哥您说 我还真是契丹人 兄弟啊 女贞之地寒苦 不如跟我回上京 共享荣华 多谢大哥好意 可我素来贫贱 我在女贞这儿啊 喝酒吃肉的 过得也是挺逍遥的 以后思念大哥 自当前来寻访 大哥 您还是快回去吧 避免 家人 不守牵挂 记得 那两国看我 大哥保重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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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